2K画质,电控云台,WiFi6,支持Honky安全视频 Acala新推出的这款智能摄像头E1 是否是你想要的那一款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Wavetech浪科技 我是Eric 本期的视频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Acala新推出的这款智能摄像机E1 从命名就可以看出来 AcalaE1系列主打的是年轻市场 主打的就是性价比 外观相机的其他品牌的摄像机 也把你们问了这是不是买的公模设计 不过产品经理这里没有直接否定这个说法 所以你就自己看得办吧 这款产品与其说是G2H Pro摄像机的升级版 不如说它是G3的简配版来的要合适一些 这次也得到了黄教祖的真传 每一刀都砍得非常到位 一些G3上花俏的AI功能基本上被砍掉了 就剩下一个人形追踪的功能 相同的2K分辨率 但是传感器减配了 画面的效果也不差 银台的行程变短了 不能360度无视角的旋转了 但是配合超广角的镜头 也可以拍到360度的画面了 本身摄像头上带网关也不是全功能 每次更新都偏慢 不如就单独做一个摄像头 网关我用更稳定的M2 或者即将发布的M3 你说它这刀法地不地道 你说它这刀工够不够精准 作为一款2023年出来的新品 对比2021年的G3 肯定得到了一些buff的加成 第一个就是终于可以升级到了WiFi6 首先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唤醒速度明显提升了 内网基本上秒开 外网也要比原来的G3延迟减少不少 第二个好处就是WiFi6终于支持的TWT唤醒 摄像头可以主动的和路由器协商休眠的时间 原来因为摄像头休眠显示掉线的问题 TWT这里就永久的修复了这个bug Akara G3官网的这个WiFi参数 这里标注的是相当模糊 你以为它是WiFi5吗 其实它只有在5GHz之下使用的是WiFi5 如果连接的是2.4G的频率的时候 其实WiFi是跑到WiFi4上的 WiFi4都已经可以说是上古年代的协议了吧 不管是速度稳定性还是安全性 都没有新出的WiFi6要强 关于阉割网关的功能 这里与其说是阉割不如说是升级 摄像头本身的配置就不高 还要照顾摄像头的各个功能 同时还要负担网关的能力 每次固件升级都比M2的固件要慢许多 新品的支持这里更是要等上大半年 稳定性更别提了 如果只拥有一到两个ZGP设备 那么网关还能发挥点作用 要是全屋都做智能家居 还是需要独立配备一个网关 会更加稳定 那么你买的摄像头里的这个网关 就显得非常多余了 况且Akara未来的新品 都会趋向于使用更新的Thread无线标准 对比ZGP Thread协议在不同品牌下 可以共用一个相同的网关 现在再买太多的ZGP网关 其实寿命就不会太长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PTG云台功能 我个人还是对云台的功能有点担忧的 因为它可能转到一些 我不太想让它拍到的地方 不过这里考虑到国内的使用场景 多数人还是给家里的老人 或者小孩看家用的 几乎多数是放在室内 用户对隐私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敏感 我们就针对这类人群 来聊一聊云台的功能 通常不带云台的相机 如果穿在墙角 几乎可以把整个屋子拍进画面 多一个云台功能 通常是考虑两个房间 使用一台相机覆盖的选项 例如放在餐厅和客厅之间 正面可以拍客厅 同时转过去的背面 又可以拍到餐厅 在一个摄像头当两个用 这类客户通常会追求经济实惠 所以在一一这种入门机型上 保留电控云台 这里也就非常合理了 不过这里还有几点bug是需要提的 第一 如果使用隐私区域或者活动区域功能 云台转动之后 隐私区域和活动区域的设定 就跟着云台一起跑偏了 第二个 一一在休眠的时候 摄像头会撞回背面 如果是安装在墙角 可以起到一定物理遮挡的功能 但是如果安装到没有阻挡的地方 休眠的功能其实只是关闭视频画面 最后我这里再介绍一下 由一一首发的MagicPad技术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蓝牙录网功能 相机和手机之间会通过蓝牙自动发现 自动完成录网操作 就像配对AirPods一样简单 这里简单只是加了一个引号 目前一一蓝牙自动发现之后 还是需要扫码才能录网的 还是需要输入wifi密码 对比其他品牌使用的五感蓝牙录网来说 不仅不安全 而且用户录网过程并没有得到简化 希望这里还可以投入一些研发的金融费 对其他的品牌做一些借鉴和学习 至于其他的功能呢 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和G3差不多 但是价格要便宜不少 存储方面 这是TF卡存储 只是NAS录制 也这是Honkey安全视频 由于受到Honkey的限制 这里Honkey的最高分辨率只能到1080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还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期G3的测评 OK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